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家常苦瓜怎么做才能够清脆可口不苦涩 咱们今天就来分享简单又营养的苦瓜做法 首先把准备好的苦瓜用勺子去掉中心的瓤 这样既能够去除干净而且也比较省力 把苦瓜洗净后再把每一半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斜切成薄厚均匀的小片 切好后先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再切好的苦瓜片中撒入适量的盐 把它充分的抓拌均匀略微腌制 这样也可以减少苦瓜的苦涩味道 把它抓住到表面略微出水的状态 先放一旁腌制三到五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泡发好的黑木耳 在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和少许的面粉 面粉有很好的吸附力 这样在清洗的时候能够很好地去除木耳表面的杂质和灰尘 食用起来也更加的健康 把木耳在水中充分地揉搓清洗 在去掉根地后用清水多清洗几次 洗净后控干水分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适量的大蒜直接切成蒜片 生姜有增鲜去腥的效果 把少许的生姜改刀切成小姜片和蒜片放一起备用 准备半根大葱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和蒜末生姜放一起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胡萝卜搭配一下颜色 把胡萝卜改刀切成菱形的薄片 切好后先把它装入盘中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瘦肉能够增加菜肴丰富的营养 把它改刀切成均匀的薄片后先装入碗中 切好的肉片先用清水给它多冲洗几次 这样可以去除肉片中的血水与杂质 炒出来以后会更加的清爽吃起来更健康 接下来在肉片中加入两勺的料酒去腥 加入一勺的生抽增加底味 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加入少许的淀粉 然后把肉片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在腌制肉片的过程中要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 这样可以让肉片做出来以后比较滑嫩 把肉片抓住到顺滑粘稠的状态先放一旁备用 苦瓜经过腌制以后变得略微柔软 杀出了很多的水分 这个时候再用清水给它多冲洗几次 这样可以让苦瓜吃起来比较清脆没有苦味 洗净后把它控干水分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在炒肉前要把锅充分的烧热后再加入适量的油 不用等油温升高 直接倒入腌制好的肉片在锅中快速的滑炒 这样在炒制的过程中肉片就不容易粘锅 在炒肉片的过程中时间不用太长 以免变脑腮牙 把它炒至到表皮略微变白 然后再把它盛出来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油 烧肉后再把葱姜蒜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把它们充分的煸出香味后再把切好的胡萝卜片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胡萝卜不太容易成熟 在炒制的过程中可以略微多炒一下 把胡萝卜在锅中炒制到断生的状态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黑木耳倒入锅中一同炒制 把木耳在锅中给它充分的爆香后 再把控干水分的苦瓜倒入锅中 采用大火快速的把食材在锅中翻炒均匀 大火炒制可以让苦瓜保持清脆的口感 熬匀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盐 加入一勺的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增加鲜香的口感 加入少许的白糖能够提鲜 把食材在锅中快速的翻炒均匀入味 把苦瓜炒至断生的状态再加入炒好的肉片 然后用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炒至入味 炒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营养丰富的苦瓜木耳炒肉片我们就做好了 苦瓜这样做清脆爽口不苦涩 营养丰富而且开胃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观众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